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100名防控专员也处于随时带兵状态 如果情况需要可以随时上岗执勤 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员被派往各个危险区域 搜索那些疑似恐怖分子 这些防控专员可以利用特殊的交通工具 并且配备特殊的武器装备 面对威胁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击 因为恐怖分子需要的不是与他们谈判 而是需要第一时间将他们击毙 以此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 布拉顿还表示 因为警方会加强对电影院 车站 商场等场所的安全检查 这些防控专员可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展开突击检查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一起枪击事件 一名女子在路边等待男朋友的时候遭到枪击 索性子弹只是从她的小腿旁边擦过并无大碍 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 这名21岁女子在马哈顿百老汇交28届等待男朋友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于是她迅速躲避在物体后面 但子弹从她的小腿旁边擦过 索性伤势并不严重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还无法判断这名女子是否为枪手的特定作案目标 如有知行者请拨打18005778477协助警方调查 今年清晨 皇后区一栋建筑物发生火灾 造成一人重伤 一人情况未来 消防官员表示 今天凌晨6点钟左右 位于皇后区森林小丘106-15号 皇后大道上的一栋六层高建筑发生大火 消防接报赶到现场 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将火事控制 火灾造成一人情况未来 一人重伤 目前他们均在医院接受治疗 火灾原因暂时不明 目前仍在调查之中 一名男子昨天在布鲁克林 被坠落的树枝砸中 身受重伤 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公园管理局官员表示 昨天下午1点钟左右 工作人员正在布鲁克林Red Hook 修剪街道两旁的树枝 一名自行车的男子途经此处 被坠落的树枝砸中 身受重伤 周围的邻居表示 这名男子经常在这区域送外卖 很多人都知道他 有目击者表示 当时听到一名男子大声喊叫 然后很多人赶到现场 当他走近一看 发现情况很糟 公园管理局的官员表示 这区域并不对公众构成威胁 但树枝修剪工作已经暂停 直到案件调查清楚为止 皇后区23选区民主党籍市议员候选人郭登奇 在本月3日的特别选举中获胜 17日他特别拜访法拉乘华商会 感谢华人社区的支持 并承诺以更好的服务 答谢选民 代表民主党出称第23选区市员补选的郭登奇 已得票率55% 击败了对手胜出 17日带着愉快的笑容来到了法拉乘华商会 向华人社区卸票 受到华商会理事长徐朱留蒂 总干事杜比德等众多理事成员的热烈欢迎 郭登奇感谢支持他的华人选民和竞选团队 让他顺利当选 并强调23选区是一个多元文化族裔的选区 未来的工作重点是争取社区资源 提升居民的生活居住安全及教育水准 我今天来到的行政务部 来回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将在公司的训练 我们都说了 每个月都会来来来 我们的排列两个项目是 我们的孩子教育 和我们的区别 这是我们的区别 这就是社区的区别 针对近来有企业集团 有意在法拉乘草原 可乐纳公园举办大型演唱会 并收费仪式 遭到区长凯兹的反对 郭登奇表示支持区长的想法 认为公园是属于 皇后区居民的共同生活空间 不能因为增进经济效益 而牺牲民众 享有公园设施的权益 它将在上任之后 让公园得到更好的维护 帮助提升及改善 皇后区的公共资源 华语电视机 两天天纽约策访报道 台湾著名表演团体 幽人神鼓曾经两度在纽约成功演出 并将在本月的19日起 一连三天 以时间之外的巨马 在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 第三度登上下一波艺术节的舞台 处长张文良大使 及台北文化中心主任尤淑敬等人 17日在经文处欢迎到访的 台湾著名表演团体 幽人神鼓到纽约的演出 文化中心主任尤淑敬表示 幽人神鼓曾经两度 在纽约演出获得了热烈的回响 此次将在本月19日起 一连三天 在布鲁伦音乐学院的 下一波艺术节中 带来时间之外的巨马 让纽约的观众 再次看到精彩的表演艺术 幽人神鼓创办人 及艺术总监刘若宇介绍 时间之外是结合了武术 几鼓 神圣舞蹈等元素 并运用镜面地板和投影的技术 打破幽人传统几鼓的形式 深入禅艺 也呈现了时间 声响与寂静之美 据介绍 优人神鼓在1988年 由创办人及艺术总监 刘若宇创立 并与音乐总监 黄志群共同创作 结合了东方的传统武术 吉鼓 太极 来引导神圣舞蹈等元素 创立了独特的表演形式 纽约地区的演出详情 可以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网站 BAM.org查询 华语电视机 整个这天 纽约策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